大家好,我是Harry 我今年52歲 我今年開始玩二衝車 我就是在1993年開始拿牌 那時候剛剛追求我老婆 買了一輛Rebell 但是結婚之後,不久 1994年已經買了車 所以就丟下了牌 20年多了 在2013年 才開始逐漸買回車 再玩回 由一個綿羊,由一個Forsa開始 兩年內就買了七輛車 有些老友跟我說 喂,你有沒有享受過二衝的感覺 和激情 我就考慮一下 二衝是甚麼 完全不同 試過你就知道 所以我就買了一部二衝 來試一試 其實那20年 最大部份是 工作上 我也需要經常出外公幹 還有 有了小孩 變成大家的時間 和錢 相對的分配 始終都是有點壓力 那20年 沒得玩車 變成人家每個人都開始玩二衝 我自己是沒得玩 很多不少都是一個遺憾 所以現在 慢慢找回 那些二衝 補償 那時候 20年失落的東西 現在的心態是很不同的 因為現在 最初拿牌的時候 就是一個新牌子 那時候拿烈啤都已經騰了雞 那現在呢 就開始逐步 那些小孩又大 還有去到這個年紀 都五十出頭了 變成了會拿和玩 會比較 無拘無類 開放一點 很多我們那個年代玩車 很多人都不會踏車的 因為我那個年代就是 推著它 我可以試一次給你看 有一個充力 你看著我的屁股 是一放極點子那一下 就刮下去 讓尾輪吃地 因為它輕的尾輪 讓它吃地 那一下就比較容易一點 試一次給你看 就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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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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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尾輪才會助的 我試一次 給你看 明明 明明 道理明 但是實際非常難 哈哈 練習的一定要練習的 一刮下去 一刮 你不用刮 被拿著 別看 不要刮到那個被拿著 刮下去 放幾指 不是刮到被拿著 放幾指 你怎麼刮下去 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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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完帼 有時候你看到斜路 你不想踏車 你就會刮下去 流下去這樣就這樣 這樣對我那些那麼緊 始終你的筋都要拉鬆一點 其實是駕駛這輛車的肩膀 這輛車是非常有趣味的 因為是很原始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電池 這樣撤穿到輛車的成功感是很大的 這個是絕對幫助 如果真是死火的或者撤不住輛車的 這個是幫助的 最大的樂趣是我自己可以 隨時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喝茶 靜一下一個人 也不需要周居勞頓 又要飛出去又要搞這個 所以變成是很方便 在香港隨時隨地可以享受到這個過程 我這輛車其實比較特別 就是換了300輛的車 其實有兩個原因的 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250輛已經是沒有什麼 從維修角度去看 300輛的維修和保養 會比較容易一些 從事來說 第二 其實300輛的車 很坦白說 我就一定發揮不完 我也是給朋友或者試一下 問題 吃不成功 這麼一半 再來 你還沒有什麼 你 我幫助